yo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制造肌肉哥 那么今天肌肉哥又来到了南京紫金山和小伙伴出来玩 最近肌肉哥视频更新的速度有点慢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肌肉哥一直在玩 相信大家伙对安利这个词都不陌生 曾经的一个保健品品牌 现在好像已经在市场上看不见了 那安利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肌肉哥是真的不清楚 就算产品确实是好产品 但是曾经的那段时间 那些卖安利的人硬生生的就把安利整成了一个动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帮人到底是有多猛 总之这帮卖安利的人就是无孔不入 这些安利人一开口 你就会觉得这些人不是卖货的 是来砸场子的 如果你还不清楚是什么感觉 老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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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态健康品 老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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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不是肌肉哥又在小伙伴们面前为祖国甩锅 要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都强调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是有这种样的文化基因 可能也就说明了 在过去 中国要是有人想搞安利的话 估计会被人打死 那我当然不会不给你了 不可能你说要我不给你 你说不要我却偏要给你 大家讲道理要不要 哇靠 说真的 真的吗 这安利行为来自于欧美 就真不是肌肉哥为了做视频 在这里胡扯知道吗 那相信在海外生活过的小伙伴们 都有过被安利的亲身经历吧 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在欧美 那绝对是万物皆可安利 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欧美的那帮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者在欧美 那绝对是属于安利圈的中流砥柱 也许国内的小伙伴们 对这个圈子不是很熟 所以这里我给大家插入一段 一位来自美国人 对素食主义者的描述 哥对这段描述 真的是太有感触了 I promise there will be peopl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just talking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theism and how I got it wrong they're almost like vegetarians you ask someone if they're a vegetarian and you get a 20 minute speech on how vegetarians are like minor league vegans are serious vegetarians and it just goes on and on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their vegetarian trust me on that one 欧美不仅有这个素食主义者 还有环保主义者等各种主义者 总之他们这些人玩的都是同一个套路 这点就和国内的一些杠金们特别的相似 安利就是总想着把自己的想法 去强行塞入别人的脑袋瓜当中 如果了解肌肉哥的人都知道 哥喜欢健身和运动 哥也会在我的频道中说说健身的好处 单哥绝对不会一直在我的频道里 大量的去播放健身的内容 健身的好处 就是怕小伙伴们会有在我频道里 被安利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 国内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所以国内生活的小伙伴 也逃脱不了被安利的命运 就拿健身来举例 相信健身的小伙伴们 你们在健身房里 多多少少都会碰见迈克 对吧 什么叫迈克呢 就是那种专门迈克的 还有就是走在地铁站门口 你去理个发 总之就是不停不停不停的 各种人给你推销会员办卡充值 当然了这些都还好 毕竟是短暂的 咱们可以假装没听见 没看见 忽略掉 但如果要是生活中出现这样的安利人 那还真的有点让人吃不消 比如说你带了一杯速溶咖啡 在公司里喝 本来挺享受的 可是偏偏就有一些朋友或者同事 尝试着去告诉你 这种速溶咖啡 不够地道 要喝咖啡 必须要喝星巴克的 你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心爱的包包 对吧 物美价廉 完全就是你的心头好 但偏偏又有人告诉你 包包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至少要LV起步的那种 对吧 其实这样的例子 对于什么开车 骑车 甚至是你谈不谈女朋友 结不结婚 总之就是形形色色 各种各样的安利 这套东西 其实就按照就是 西方的这一套东西 就这么来了 说白了 这些安利人 由于自己内心的空虚 去不停地给别人制造焦虑和压力 去刷他们自己的存在感 让社会变得更加内卷 鸡肉哥今天发这个视频 就是希望小伙伴们能意识到这种人的危害性 当这些人开始给别人安利时 他们主观上就会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大家就记住 安利别人的人 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懂的 别人都不懂 一旦有人上钩 他们就会获得满满的满足感 以及成就感 而上钩的人 久而久之 跟这些人相处以后 慢慢的就会变得迷失自我 变成别人控制的小跟班 我们生活的时候 一定要有自己的组件和标准 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合群 去成为别人情绪上的垫脚石 这一点对于海外生活的华人 尤为的重要 那所以说鸡肉哥 在最后希望大家能理解 生活中我们一定要防火 防盗 防安利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喜欢各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Peace